美团无人配送车与私家车发生碰撞 交警这样判罚 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 机器代替人的趋势正在各行各业上演 而在物流配送行业 许多互联网公司也都推出了相关的智能化产品 比如无人配送车 至车派了解到 美团在今年4月发布了旗下新一代无人配送车 号称采用了众多先进技术 智能化程度更高 据微博用户告料 其私家车与美团无人车发生了碰撞 并表示 请问正常行驶的车被这车撞上了怎么办 随后 美团方面就此事对媒体进行了回应 表示 事件发生后 我们按照流程第一时间已经报备给了交警 交警当时依据行驶视频 最后派美团全责